大家好,我是罪影,今天继续我们的全荒零尔风云再起的时光起说,这次还是由肖志玄肖大神对战,韩国玩家 下半两点接BC,没有连上,下半清楚再次偷起来 好像韩国高手的克里斯用的还是超6的 小虎小抓,但是被克里斯一个打击头直接送他服控 再烧一下,烟烧之后克里斯再次寻找下一个进攻的机会 跳中腿逆向,跳中腿中断 但是都没有打中,这已经是在八神的意料之内了 下半两点继续偷,没有偷到 看八神再次后撤离回,下半一点 克里斯再次向前突击,下半重腿 对手防御的都非常棒啊 这个血量也是呈现了一个魔血状态,并没有什么大的连招 你看地波,重腿中断,看八神跳飞 就是拼那个耐力啊,我感觉打这个版本也是 抓到机会就可以把对手废掉 就犀利的一个地波结束了,这个有点太快了吧 现在进行到第二场 看韩国玩家的八神 开场就一个圣龙,小跳一把 看肖春拳要不要把他抓住 抓住以后,这一次把还是有戏的 跳天压制地波走起 泡宝过去一个重手,重手BC没有连上 对手一个下清手,直接结束 这是一个大破绽 这个千元银,没有连上的话 下面进行到了下一场 我们来看肖春拳 金家帆对战八神啊 泡宝过去中脚一踢,接BC BC过后没有连上 金家帆再给他一招 旋风腿必杀技踢飞 飞燕斩直接又上一个必杀 八神直接被打到残血状态 金家帆还在不断的猛烈进攻 来看下方镜头接一个重腿BC,BC过后继续连 哎,飞燕斩走一下 八神是完全不敢冲这个暴雨枪了吗 小跳下巴青腿,对手没有上当 哎,八神再在寻找下一个机会 跳地复工,哎,被闪身 后撤一下跳中腿 一脚再踢,再破盾防 但是八神还是不断的向前这个进行压制 啊,一个过肩摔 成功结束 又扎到了韩国玩家最后一个猴子了 看来只要是顶级高手 都是离不开这个猴子的 看直接暴气 哎,暴气住小跳 金家帆继续进攻 逆向,逆向过顶接BC 逆向过顶直接来一个超臂啊 因为刚才已经BC过了 这样还是比较省事的 现在一个33连猴子带着小跳 大旋风啊 啊,直接裸了过去啊 直接裸了过去 金家帆被直接拿下 看来韩国玩家的打法是 这个不算五规则 不算这个 就是不算半规 在韩国玩家眼里这个 他应该是不清楚 逆向分享角接BCBC过 轻手再摸 但是对肖成全来说 这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哎,后撤一根 前冲 飞翔角再走一下 轻手再摸 再次一狂刺 我们来看双方又是一个小杀 飞翔角 逆向 逆向过顶 轻手 转 哎,轻手再几个摸啊 双方现在又开启了一阵游动 中角BC 哎,轻手一摸 后撤一下 双方血量都不是很多呀 来看谁能抓到最后的这个机会 哎,钢一下 哎,超比赛打空 肖成全直接给他一个大招结束 大家喜欢点一下 关注我们 下次见